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好 今天盘面上怎么做观察呢 我们现在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明君 经过了四个半小时的一个折腾 台湾股市仅仅小跌37点作收 不晓得你满不满意 我是觉得非常满意 就像上礼拜五虽然大跌 但是一开盘就大跌 他并没有把跌幅来做一个扩大 所以我跟各位讲 那个是变盘线 那个不是在看空的一个什么 一个条件 各位 那你看看上礼拜五 也真的美国股市马上就大反弹了 对不对 只不过昨天怎么又遇到川普 对不对 被这个枪击 这个没有人想得到 但是我们还是实打实正面迎战 我们迎战什么 迎战这些外资 还是会把资金撤回去美国本土 因为看好美债跟美元 所以说他们上礼拜五 有一点卖得不像样 卖了470几亿 那不管如何 台湾股市一直都是业内盘这一波做主导 所以说我们也不怕 所以说投资朋友产业为主 提财为辅 持续低买高卖就好了 好不好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这是上礼拜五大盘跌了473点 各位对不对 那当时我跟你讲 这个如果是出货盘或者要大跌 它那个KK 黑K线的部位会非常大 非常长 结果没有 它算是一个实质新变盘线 我上礼拜五跟你讲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礼拜五我们面对的是 外资大卖台股400多亿 对不对 自营商也扯后腿 但是投信不错 投信买了将近70亿 只不过上礼拜五各位 业内也是有部分的业内被吓到 所以说得出总结 融资在上市上礼拜五是减少了8.57亿 上柜也是减少了7.47亿 所以说有一点 怕到 那怕到 看到拜五的美国盘也不会怕到 各位 因为我们看到礼拜五为什么台股大跌 是因为这个CPI 对不对 大家讲说9月份要降息了 有没有 所以开始这些美股七雄全部都大跌 还记不记得 对 但是那是美国盘是礼拜四的盘 那美国盘礼拜五的盘呢 各位礼拜五的盘就不错 因为毕竟总统大选要到了 所以包括道琼创历史新高 Standberg500也续创历史新高 那至于说科技股跟费半 也都维持高档的一个震荡 离历史新高很接近 那只不过就是昨天 就是这个美国时间 礼拜六的晚上出现了 这个川普遇袭 对不对 有没有 这个美国大选最大变数 估计资金会涌入美元 美债日元跟比特币 有没有 所以比特币 升破六万美元 这个东西 没有人能够预测的出来 对不对 预测的出来 川普怎么耳朵会流血 真的是运势好 所以现在大概全世界都知道川普 温洞算 大概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推论 大难不死 对不对 所以皇帝位就是他的 理论上就是这样 那不管如何 我们还是静静的看下去 那对于台湾股市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也没什么影响 各位你看 今天的一个台股 面对这个消息 涨101点 跌157点 然后尾盘 小跌37点 涨跌都有 上冲下起 那跌幅非常的轻微 那你说老师 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今天 说什么海洋节 所以说它是休市 那南韩就不重要 因为我们的日本股市 跟台湾股市 都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这样对称就好了 所以整体的一个看法 各位 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 依旧是多空拉距 也没有给你走跌 哪有给你走跌 礼拜五也是 今天也是 你也可以讲说是政策 一直在护这个盘 为什么 因为礼拜五礼拜六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只要一跌 金广会出来讲话 就是好像台湾股市 不能跌就对了 我知道很多空头的人 都气炸了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政策应该多空保持 超懒的态度 怎么台湾股市上礼拜五一跌 然后就政策单位的人 就出来讲台湾股市 基本面很好 就是不能看得了 那谁决定的 没有人决定 也不是蔡老师偏多 属于多头 我就叫金广会出来讲 没有 他们要讲 谁能够阻挡 各位 所以我知道很多做空的人 已经赔了一屁股了 然后看到这些官员在讲 更是伤口傻言 是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公平 好像台湾股市一直要涨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 不要再去用技术面 再去做股票了 你怎么知道政策 要拉到多少点 是不是 有没有 不然你为什么会去做空 难道是被人家害的吗 害的还不是 就是技术面 所以各位台积电没下来 你是要做什么空 各位 是不是 实情在这里 载机指数 它占台湾股市的一个比重 市值王 对不对 34% 台积电又没大了 这个盘怎么会讲的下来 有没有道理 所以各位 今天台积电收平盘 1040 没落又没落 各位 礼拜四 法说会 会不会变法会 没有人敢这么讲 不过倒是今天 已经传出来说 可能那些高盛 预估 他可能会从320亿的 明年资本支出 调到360 公司派没有这方面的准备 所以人家就讲说 外资圈是不是要问八个问题 然后还有两个的一个推估 那都不重要 好不好 重要的是台积电未来 你看两奈米跟SOIC 这个先进封装 就是苹果拿到 各位 其实台积电 它比较 NQ也是什么 它的7奈米赚得不够多 它7奈米的制程 因为世界这个7奈米 一下子就变到5奈米 所以它7奈米 投入了那么多钱 量率那么高 八九成 它赚不够保 所以台积电很弃 你知道吗 所以才会想说 是不是7奈米把它降价 让回收多一点 各位你知道吗 看起来是这样 不然现在5奈米 3奈米 7奈米就会渐渐的一个遗忘掉 所以当初7奈米 这个就是三星一直在碰轰 就是说他追上台积电7奈米 讲半天 7奈米台积电就已经是世界独霸了 各位难道不是吗 就是靠良率击败三星的 有没有 所以就是台积电这个7奈米 是不是礼拜四会讲一下 看要怎么样多赚一些钱回本 不然他们投入那么多钱 有一点不舒服 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看法 这也没有外资讲出来 我们就看礼拜四会不会讲7奈米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都忘了7奈米 对不对 是吧 所以各位礼拜四7月18号 台积电的一个什么 第三季的一个季征 看是不是13%预估13% 那我认为这个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年全年 原先预估年增20到25% 看会不会调到28%到30% 这样就是一锤定音 那空头就say goodbye 空头就真的say goodbye 你看今天这个盘也跌不下去 空头还不say goodbye 不过很有趣的一点 我倒是跟各位分享 这是高盛他喊到1160 那汇丰喊到1370 刚刚明君有讲还有一个什么资本 喊到1400 这不重要 你知道喊到1370的是汇丰 他今天还往上调 很感动 你知道他调到多少 他调到1378 他多8块 真的是乱调一通 你知道吗 他原先1370 他今天又把它调到1378 各位 真无聊 你认为千元以上有那个8块的吗 那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各位 来 我要跟你讲说 这么巧的事就是去年7月18号 蔡老师 台积电跌10块581 我跟你讲台积电 外资回补行情 有没有 证据都在这里 那礼拜四是2024年7月18号 581 今年已经上千块了 四年前台积电遇到股灾 来到235 蔡老师跟你讲 一人一张台积电救台湾 109年3月19号 所以各位 其实真的全市场没有比 蔡老师更喜欢台积电的分析师 我相信介绍台积电 真的造福造福全体的股民朋友 是不是 其实也造福了国发基金 因为国发基金都在偷卖 所以蔡老师在画台积电 台积电的算是他都买买买 是不是 所以我也造福政府 没有吗 台积电就是龙抬头 就是代表 没有解台积电 那一些分析师通通不及格 也不是台积电长才解 要天天解 各位 这才是实在 你知道吗 没有白走过的路 这样你看得懂了没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锁定蔡老师的节目 因为我不是投机的分析人员 上礼拜我跟你讲什么 台积电不要说了 看大力光 大力光开盘也跌了9% 我说大力光还真的好 我不是叫你去吃海鲜餐厅 各位你知道吗 真的好 所以你看上礼拜五 台湾股市崩盘 开盘跌了快500点 大力光不是也跳水跌了9% 是不是 但是一路的向上 全市场只有跟你 蔡老师跟你讲 那是买盘 只有我告诉你那是买盘 7月12号 营收双针9家 内外资调升它的一个目标价 我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就是我对 证据不是今天收盘的不是我对吗 各位你看看 台积电6月份 双针 第一季赚45块 今天的大力光 我修正我刚刚又口误了 大力光3195 是不是比上礼拜五的高点还要来得高 这就是买盘 所以明天就过高点了 这样有来吗 各位 这才是真正的解盘 所以你再来看看 300块的股票买不起 对不对 对嘛 大力光你介绍大力光 你那头壳坏掉 我们有办法买大力光 我还看你节目 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需求 我通通知道 好不好 我也通通满足你 我怎么会没满足你呢 上礼拜是跟你讲 尖点8021 对不对 我说载版的一个什么 一个赚针 各位为什么 因为他第二季的一个营收 他六月份营收双针 是两年半来的一个高点 然后第二季的一个什么 一个营收是近两年来的新高 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告诉你了 各位 这一张三万块 你不要再跟我找理由了 刚刚大力光三千多块 一张三百万 这个三十七块 一张三万块 你再跟我找理由啊 为什么人家说成功的人找方法 失败的人找理由 尖点 是不是 第一季已经顺利的转亏为盈了 今天的尖点 供到了三十七块九 再创近期新高 大力光还要准备明天创新高 尖点已经起来了 是不是专业 所以我从上礼拜五就跟你讲什么 小强果然是硬汉 小强 对不对 怕吓到你嘛 小强果然是硬汉 对不对 有没有 忠小辛苦 是不是小强 是不是小强 你是不是就是要小强 绝对的嘛 所以各位2401的一个领养也一样嘛 对不对 近期股价也是非常的一个 零力也是近期新高 金元电今天也是营收双针 也持续的反弹 有没有 AI金元电 金像电也一样底部成立 五天的回档结束 今天带量往上反弹 对不对 还有什么 秦城 GV200 对不对 它独占嘛 所以又回到300块 因为它6月份营收双针嘛 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说 其实这些个股真的都 能够帮你赚 今年的一个行情跑不掉 当然有时候低买高卖 是看每个人的一个专业能力 所以你如果做不到的话 没有关系 蔡老师等着帮助你 你做得好的 我当然就祝福你 反正蔡老师 一定都会祝福大家的 所以各位 小孩子才做选择 投资朋友 你是不是全都要 好不好 我当然知道嘛 我全部给你 好不好 所以还没加入 赖生活圈的 赶快拿起手机 品封大中华 赶快按加入 叫你的亲朋好友 还有你的股 做股票的朋友 都可以加入 那有问题都可以问 好不好 做对的事情 永远都是好时机 像现阶段 蔡老师 提供给各位 父亲节最大的温暖 我释出最大的诚意 要来帮助你 你就要好好把握 好不好 有需要帮助的 赶快电话拨通 战胜恐惧的秘诀 只有一条路 就是枪在手 你一定要跟市场上 最专业的蔡丰盛老师 一起走 我会推你一把 好不好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明君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来 我们继续请蔡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新帮 我们再把时间 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明君 来赶一下进度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 平安健康 我说过 穷山恶水 出刁民嘛 附近险界 现标谷 那出现标谷 你也不要 一昧的一个太热络 为什么 因为标股是要十鸟在铃 不如一鸟在手 所以产业选股 题材为辅 然后要低买高卖 这才是你要的 好不好 太多的那些空气 讲说未来未好 然后后面都好 都好 我也都认同 但是就是 那回档之下 你能够活下来吗 你能够把原先赚到的钱 破利入带吗 不然当指数从 或者是个股 从低点再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没有本钱了 所以大多数的人 讲的那些都是行话 不管是不是什么资产 来帮忙 我是听了都很烦 因为那个对你是没帮助的 都在打高空 所以各位 赏户要什么 赏户要这个 难道不是吗 你也不是要当股东 是不是 如果要传子传孙国去买台积电 这我跟你说N百变 6442的一个光盛 你看今天也拉到492 对不对 那光盛从蔡老师今年跟你讲70块9 到上礼拜的一个高点495 已经涨幅快6倍了 598% 那今天492距离高点也才3块 也没有在转弱 各位哪有在转弱 证据不是都在这里 今年1月22号 1月22号光盛 有没有 CPU最强不是光盛还有哪一档 现在大家都在讲亚历 3019的亚历 亚光 我不这么看 为什么 因为我早就介绍亚光的子公司 叫亚太给你去赚了 4974 今天涨停板创历史新高 83块4 他6月18号除息4块2 全部都填息 各位你看 这个都证据在这里 没有的事 蔡老师讲不出来 4974亚太72块9 有没有 今年5月6号 有没有 是不是好股票 所以其实你锁定蔡老师的节目 你真的这辈子做股票 通通不用怕 因为蔡老师会保护你 你做得好 我祝福你 你大展身手没有关系 你做不好 你也不要放弃 蔡老师等着帮助你 就像这个时刻一样 1513的中芯店 中店四雄 你说蔡老师明明活药有个四店亚历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华城 你怎么介绍中芯店 中芯店一直到今天还在创历史新高239 蔡老师跟你讲的时候 6月12号175.5 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的专业我不可以坚持吗 我的专业我当然就知道 那个是无价的保障 因为你后面验证 你一定会非常的幸福 有没有 所以蔡老师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市场在红什么个股 在涨什么个股 其实三分之二全部是投机股 我介绍不了 我还是走我的路 好不好 虽然是孤勇者 但是我知道后面的胜利 一定是我带领我的一个学员 我们大举的获利 3010的华利 各位有没有 还有什么 自贸也一样 28333 各位都两成 各位还有什么 陈一的一个卢宏 是不是 卢宏今天也是比上礼拜五的高点 还要来得高 所以各位 产业选股才是股市中的硬道理 它可以赔你一辈子 所以你一定要走正确的路 不要一天到晚耳跟着亲 耳跟着亲就是现在空头的一个写照 每天都 查不失万不想 为什么赔大钱了 空头真的很可怜 所以各位 蔡老师的节目 持续带领各位走正确的道路上 好不好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 赶快加入 来我这边 我就帮助你做认知觉醒的动作 好不好 所以父亲节 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我示出最大的诚意 今年你不可以错失掉了 蔡老师来扶你一把 战胜恐惧的秘诀 只有一条路就是枪在手 你一定要赶快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明君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了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